大家好呀 我是花猪 本期来详细说一下 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 要不要抽轻衣和剪 自己的号抽谁更合适 有什么要注意的 抽到以后怎么配对 先让我们把想抽的角色不歪打在公屏上 希望大家可以点赞投币三连支持一下 祝大家失联好几个黄 早日毕业 首先 轻衣作为第一位限定S级的击破角色 和安比同样是电属性击破手 应该是安比的尚未替代 轻衣本身就具备不错的失衡伤害 还能给敌方增加失衡一伤的debuff 在资源槽积攒满之后 可以通过按住普通攻击键 来释放超级帅的一招 而且 轻衣在攻击连招中的招式派声也非常的多 就比如这个普通攻击中的连段 特效华丽不说 手感看上去也非常不错 通过视频演示中就可以看出 虽然使用的是长武器 但是不论是攻击频率 范围 连招都非常的出色 尤其是这个闪电五连边 光看上去就十分过瘾 这么优秀的攻击模组 和独特的失衡一伤机制 轻衣必定是一个需要长时间战场的角色 需要由轻衣来将敌人打入失衡状态 并且挂满一伤 那这样的机制跟猪渊的队伍就非常的契合 搭配妮可的减防 轻衣的失衡一伤 猪渊在破防阶段能造成的伤害 可想而知会非常高 同时 轻衣的额外能力 只要队伍里有强攻角色就可以触发 这样看来 轻衣的泛用性就很强了 比如说 兵队如果没有来砍 轻衣就可以出场 马卡巴卡队中的击破位 换成轻衣也没什么问题 传统电队也是一点问题没有 大家可以截图保存一下 轻衣这个角色带来了 失衡一伤倍率的伤害城区 技能机制很完整 适用性也挺强的 推荐练了猪渊或者安东这两位角色 或者第二对少 一位S级击破手的朋友们抽取 1.1下半的减 是一位主打异常伤害的主C输出 定位跟派派类似 从视频里就能看出 减拥有者超高的攻击频率和范围攻击 高攻击频率同时是异常角色 能想象到强击触发的效率会很高 不小的范围攻击 在轻杂兵方面十分优秀 而且剪的模型十分的棒 柔韧的模型加上优秀的手感 这样的角色在动作游戏中非常加分 高频率攻击 持续触发强击打伤害的异常角色 十分适合长时间战场输出 这样的异常队对击破角色的需求不高 如果1.1上半不想抽轻衣 而且第二队没有击破角色的朋友们 抽一个简是非常好的选择 总的来说 在1.1版本中 如果要在这两位限定角色中选择一位 练了朱渊 安东 或者还没有S级击破的朋友 推荐抽取轻衣 如果已经有一个完整的配对 而且第二队没有击破角色的朋友们 抽简是非常好的选择 如果大家既想要战损黑丝的简 又想要可爱的轻衣 花猪在这里注点赞关注的朋友十连双簧 当然白条的朋友也一样 彤彤出自己想要的角色